一再的争吵之下 刘先生丢了领导职位 李女士也被丈夫送进了精神病院 好生生的一段婚姻 却过成了一场闹剧 夫妻二人的心里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尤其是对于李女士而言 被送进精神病院 就是丈夫对她人格的一种侮辱 在2017年 李女士的父母相继离世 在她内心最悲伤脆弱的时候 夫妻俩又因为女同学的事争吵 这一次不同以往 刘先生动赏了 而李女士受伤的心也被彻底击垮 她心一横做了一个决绝的决定 夫妻之间不由动手 她打我我打她 打过架以后她就到医院拍过片子 把所有的证据都留下来 以此为要挟我 说我家暴嘛 结果以家暴的名义就留了六天 因为我的父母亲不在了嘛 因为不但没有在心理上安慰我 她对我报答更加严重 打你能严重到什么程度 就偷打烂了 打得也挨穿空 挨穿空 打着气氛感可能下手有点重 我也很受伤 她非要让派出所拘留我 婚姻我可以不要 不是我很懦弱 因为我很珍惜 那肯定我的知人不可能由你这样践踏呗 你看你冲突到围做的事情 你还不反应反省 你也该成长成长了 她拿出那些证据 让你去拘留了这六天 她是内心有过这些斗争的 这一点你知道吗 她总是想改变 但是又不愿意付出努力 老是找外界人 也挑我的毛病 让我改 就感觉你们两个都 往死里地把这段婚姻给整得 彼此一点留恋都没有 对 已经很饿 急于摆脱这种 就是不惜代价 对 这一次 刘先生被李女士送去拘留了六天 在这六天的时间里 刘先生对这段婚姻是彻底绝望的 从派出所一出来 他就向法院提出了离婚 为了能尽快摆脱这段婚姻 她不仅选择近身出户 甚至还主动承担起家里的房贷 只希望再不跟李女士有半点牵扯 最后 这婚终于是离了 可是离婚之后的两三个月里 李女士却出乎意料地 感受到了刘先生 此前从未有过的温柔和浪漫 我在商场上班嘛 她每天下了班以后 天天到商场那地方看着我 又到我们家看 又去给我送饭 就商场又点了嘛 我和老婆认识多少多少天 已经挺感动的 然后我觉得也是就一个认错的一样 或许是刘先生舍不下这个家和这段感情 他选择离婚后再一次追求李女士 而李女士面对丈夫的求复合 他心里介意的 还是丈夫的那个女同学 我当时复婚 因为我觉得他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那个女的吧 如果他们真的有感情 我让你们结婚吧 最后呢他两个还没走到一块 我就认为他们两个 可能确实就不合适 就是从这一块 你应该划进界限了 李女士觉得 既然丈夫选择复婚 一定是在自己和女同学之间 做出了选择 而她也决定 相信丈夫一回 最终夫妻俩复婚了 复婚之后的两人 总算过了几年 安定平静的生活 但是李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在去年 丈夫的这个女同学 又出现在了自己的生活里